产后二台宝妈分享四次爽肉,共130斤的饮食方案,谁说中年女人豆腐渣,我就偏要活成一朵花,喝水都胖的体质,我用三餐健康饮食吃出马甲鞋,一受体质32天养成计划,获取食谱方式,私信回复我食谱即可得到。 私信教程,首先点击的关注,关注后点击,我的头像进入我的头条竹页,有上角有个发私信,点击进去发送食谱即可得到。 老婆为了减肥,每天只吃这道菜,坚持吃了两个月,体重回到了结婚前,三伏间的气温,温热潮湿,动不动就是一身汗,正是因为这样人体消耗比平时要大的多,而且新陈代谢也会加快。 不少的小仙女都会趁着这个时间断减肥,因为这几天天气热都吃不下吧,所以说吃一点清淡淡,再配合一点运动,那减肥效果绝对是事半功呗。 现在别说是女人了,就是连男人也把减肥这个项目提上了日程,人人都比较注意自己的身材,而我也不例外,如果婚结婚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? 那我肯定要说,就是体型了,不只是我,连老公婚后也发胖了不少,有时也证明,婚后发胖是情绪放松,生活习惯变化,以及年龄增长,激素水平变化产生的。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,双方都是骗子,为了在对方心目中保持良好的形象,吃饭永远都是亲情点水,谈吐都是温柔优雅点到即可。 但是婚后全部都暴露了,我和老公自然而然就是这样,我因为还在补暑期,没办法减肥,老公却是被自己的一身肥肉给愁坏了。 天热之前五月半的时候就开始减肥了,两个月过去,没想到体重竟然回到了结婚前。 减肥期间只吃一道菜,那就是莲菜,不管是炖的还是炒的,还是凉拌的,炖炖不离这道菜,其他的菜从没多吃一口。 莲藕中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,它的热量和土豆是相当的,脂肪含量比较低,所以说减肥用它做主食,还是比较不错的。 其实凉拌莲藕大家都吃过,就是把莲藕献在水里面捉一下,然后加入适量的调料,搅拌均匀即可食用,但是有时候量,把控不好的话,还是会容易发胖。 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水煮莲藕,快就像是煮山药块那样的,煮好后直接食用了,没有加一点调料,另外有时候会做一些莲藕海带汤, 海带也只用一点点提鲜,最多的就是喝汤吃莲藕,坚持吃了两个月,连婆婆都收拾了一大圈,总算是把婚后的幸福,汤给解了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